大家好我是Paner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SmallRig W16 无线麦 没太多了,现在立刻开箱给大家看 之后再外出看看它的收音效果是怎样 Let's go! 好,先看看里面有什么 立刻看到了,有个大盒 但这个盒子是很大的 这个DJI,这个是 SmallRig 哇,两个尺寸 我打开它 它会比较大,看上去 再加DJI比较,哇,已经出事了 好,再看看里面有什么 先看看,还有一个袋,很大的袋 接着说明书 就看到磁石,放进去 放进去后,其实它的黏力很弱 接着放进去,它就会磁一粒东西 我这个就离开了 但是盒子本身有磁力 这样也不会掉出来 防风托有点难 接着扭一扭,都很确实 也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弄 哎呀,还飞到外面 是确实的,真的确实的 USB Type-C的线 红色这条,你会看到是三折 所以是相机用的 黑色这条是电话 你会看到,这里是四个芯 即是TRRS 你就可以插进iPhone 或者其他电话里用到 又是大部分的问题 是的,这些收藏盒基本上 不能够将所有东西都塞进去 所以是一个盒子是多余的 所以一定要加多一个套 麻烦其他厂商记得 你要保持这些东西才行 一定要包起 这个盒子纯粹储存 它不是属于一个尿袋 没有什么特别 纯粹是一个连接充电方便 用这条线 或者侧边USB Type-C都可以 它一样充电的时候 它都可以使用的 但可能会有点点电流声 你亦都会看到它在充电 旁边有USB线和摘胎麦 正面就是这个收音位 之后背面就是一个充电位的摘线 和夹夹麦 夹夹 然后按这个就是Low Cut Filter 和连线和开机键 看到麦、信号和电池 很简单 然后旁边这个键按一下 它就会看到一个Low Cut Filter 我相信是没有什么大作用 这些纯粹是装饰的 只有好些很贵的器材 才会觉得是有用的 我按多一下开关键 它就会变成声 看到 它就会静音 按多一下开 非常好的这些功能 再看看接收器 OK 旁边开关键 夹夹夹 也是一样夹夹 接着电池盒的充电 好 USB充电的 外出的音声音 接着这个耳机 也可以叉着听 第一步没有东西 到正面了 正面有两个扭扭按键 接着开关键 按一下 好 着了机 非常之简单 机身只有一个键 你按一下 它就有Stereo 按多一下它就有Mono 按一下就是Stereo 按一下就是Mono 就是这么简单 接着这个扭扭按键是有点白痴的 因为它每一格 它只有五个level 但不知为何写10 你每扭一格 它是跳2 所以其实都是多余的 我觉得是 简单快速开箱 看完了 现在立刻出去测试一下 究竟它的声音效果是怎样 有夹咪和没有夹咪的分别 别说太多 现在出发 现在在街上 声音就是这个 试到次咪 现在这个就是Ti咪 这个就是夹咪 好了 接着我们又试一下 如果把这个麦放近些 又会不会好些呢 试咪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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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好些呢 是否有分别的呢 试咪123 现在是试咪 Ti咪 如果你这样拿着 应该会好些些 脚脚的身上 又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什么声音 就是这样的 一般法科都会在街上 所以现在试一些声音 就是很嘈杂的声音里面 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真的很嘈杂 所以我们现在 完啦 快点回去先 好了 刚刚在街上测试完 我觉得效果 声音都是不错的 这个价钱已经交足货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一下键 键很简单 一下一下这样按 就是非常方便 Low Cut一下 Mu Send一下 完 这个就非常之好 三个都有独立的显示器 这个非常之方便 亦都是 它也没有灯在那儿 转一下转一下 好像很影响 之后它自己的屏幕 会自己的Screen Saver 关掉了 这件事都觉得不错 它在尺寸方面 是第二大了 第一大应该是Sony Sony我不明白 为什么它黑科技公司 会出这么大的东西 我期待它出第二代 是非常之小非常之小的 可能DJI那些很小 和Wireless Go都小了 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大 而这个又是这么大 这个就不是很明白 尺寸是缺点来的 另外储存盒都很大 也都没有这个尿袋功能 这个比较惊讶的 因为拍拖我们要轻便 你还拿着这么大的盒 其实是不是很不方便呢 在无阻挡的情况下 接收是100米距离 我已经觉得足够了 因为拍拖不会用到这个距离 因为我不会带视频去zoom 所以这个就绝对足够了 整体来说 我觉得收音质素都不错的 我就在官网买的 1500元都不用的 就是这个价钱了 就是172 我觉得这个价钱就会有挑剔的 但是未来好像说有些咪 是会价钱更便宜 亦都是一出二的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好了 今次的分享到这里了 下次的分享再和大家见 好了拜拜 拜拜